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今天又在安迪为你介绍做好食物的时候 我们今天会做一款是德国烧猪手的 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材料 好了 首先讲明做烧猪手当然有猪手 猪手我们准备了700克 另外有甘筍 西芹 洋葱 甜味料方面我们准备了盐 醋和香盐 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处理材料 我们将材料切成粗粒 很粗的一段段就可以了 好了 我们现在先处理前期工作 首先我们准备一锅的烧水 烧水煮滚了之后 小心点 那我们呢 将材料放进去 我们刚才准备了盐 30克的 先放进去 醋我们放一茶匙就可以了 倒进去 那我们的香叶 倒进去 其菜料就慢慢放进去 好 最后呢 最后呢 我们将这些猪手放进去 最后呢 好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现在呢 是需要将这个材料煮40分钟 那我们调定时 煮40分钟 好了 стное话 局尾校 蓋上盖ー 那我们就等火 等它煮滚 我们再座 presenters 先在座处理 好的 programs 那现在就 煮了40分鐘 我們關火 然後把它打開 很漂亮 現在的步驟是把它拿出來 放涼和吸乾水 我們暫時用一碟裝起它 讓它冷凍 然後再吸乾水 才可以進行一個煲灑 至於這鍋湯 煲完之後 本來是沒有什麼溶處的 不過我一陣子可以加些材料 令到這個湯也不浪費 好了 我們剛才把豬手灑在絲頭 然後攪乾 把豬手灑乾 以及用全紙把豬手灑乾 我們現在就開始焗的步驟 我們把它放進焗爐 或者燒烤的微波爐 都可以 我們用一個架子 就把它放進去 下面我們可以放一個碟 就可以說 如果有些汁可以滴進去 那就不用洗得太麻煩了 可以放高它的話 它其實就會均勻一點 好了 我們現在就開始這個烤焗的過程 我們在596B這部微波爐裡面 我們選擇的是grill 然後火力選擇1 1是高火的解 然後我們就調時間 調15分鐘 好 開始 好了 我們剛才grill了15分鐘 確定它乾了水 滴了水出來 沒有了 我們就換過一個轉盤 一個烤盤 將它放進烤盤之後 我們是用另一個模式去處理的 我們現在就是會用回焗爐這個模式 Oven 我們不用撇熱了 那我們就調220度 一樣是焗15分鐘 好了 我們現在焗完 差不多完成的時候 拿出來 我們就塗些蜜糖 塗些蜜糖之後 我們會再烤它 因為呢 塗完之後 再烤它的皮 會再脆一點 你塗了蜜糖 其實和你燒夜食 那個情況是一樣的 有些人就喜歡塗多一點 但如果你塗得厚的話 你要留意一下 你塗得厚的話 就要長一點時間 才可以 焗皮再脆 好了 我們剛剛就焗完了 這個豬手 我們現在 先打開一個爐 嘩 聽一下一些聲音 詞曲聲 好了 我們現在拿它出來 先打開一個 就是那句 麻煩大家小心一點 很熱的 很熱的 好了 我們先拿出來 鎖一下 先打開一下 我們要等一等它 放涼一點 可以切 第一 第二 其實放涼之後 這個皮 冷一點 不是說冷了 它就會脆一點 好了 那我們現在切開它 看看會怎樣 好 嘩 聽到鎖鎖聲 好像很脆皮 嘩 很脆皮 嘩 嘩 超棒 很棒 好了 那我們繼續 切 嘩 切好了 現在我有多 試一下時間 試一下 香不香 這個脆皮 脆皮 嘩 很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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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塊肉也很有彈性 很有肉質 很脆 你嘗不到什麼味 就是 接著我來做 我們剛才說過 殺魚豬手的湯 沒有丟好處 為什麼呢 其實因為那鍋湯 如果放了很多料 其實如果這樣倒下去 就比較浪 我們可以再加多一點材料 它就可以變成另外一道菜 在加多一點材料之前 其實因為這鍋湯 我們放的味道比較重 我們可以的話 就把它倒一點 再換了一些清水 因為這樣 味道可以淡一點 然後我們今次準備了些什麼呢 準備了一些 免治牛肉 一些番茄 還有一些椰菜 其實把這些材料 放下去 再煮回去 大概20分鐘左右 其實它也可以變成另外一道菜 我現在把這些材料放下去 其實它的材料非常豐富 起碼足夠四個人飲用 或者你人少的話就分兩餐 麵豉油肉方面其實你可以不需要再加味 或者你可以自己加一點醃肉粉 因為它也可以 但我就不下 你可以在球的時候加進去 或者有些人喜歡不想球那麼久 你可以在飲之前十分鐘加進去 這樣就會比較沒問題 不過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就加進去 好,OK,蓋上鍋子 好,OK,蓋上鍋子 我們加了材料 我們現在去看看它煲成怎樣 可以看到其實真的沒有浪費 我們這麼豐富的材料加了之後 其實就有一個很營養豐富的雜菜湯 其實就煮出來 所以說你除了有豬手吃之外 還有這個雜菜湯可以喝 就是一次過可以煮完兩樣菜 在這裏再一次多謝你的收看 記得記得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多謝你,bye bye